酸酸的,但是很美味 很美味,但是酸酸的 你在吟詩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喵哈 我們薩達第11集來了 那上一次我們拿到了 我們的第三個樂器 怎麼才到第三個而已啊 我總覺得好像已經玩很久了 好,那,他有八個樂器耶 我們還有五個在哪裡啊 那,呃... 我怎麼今天那麼多個那 好,不管 那... 我在幹嘛 我記得啦 我們至少因為有拿到了這個 衝鋒的這個技能 所以我記得有一些洞窟 是要靠這個技能去找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去這些洞窟看一下 然後我也就是測那個 沒有開錄影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衝鋒技能 把這一袋的草一直除來除去 怎麼剛好都沒有錢啊 就除來除去 所以我現在有1000多塊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 先來買買看那個 要900塊 是950嗎 我忘記了,反正900多塊的工 980喔 我真的有夠貴的耶 偷偷出去 買 嘿嘿 欸他剛剛有一個選項太貴了耶 我想出去再進來看一下 他裡面會有什麼變化 還要買箭矢喔 這麼坑喔 等一下 我現在有20把箭矢 哇塞 那還要真的稍微省著用一點耶 好總之先帶著嘛 我相信應該是有地方要用得到 然後到時候再說 這邊都已經探索過了嗎 有點忘記耶 呃... 這裡應該是沒探索過吧 啊! OK,解出來了 50塊錢 這一邊 欸,這邊要怎麼解啊 看不太出來耶 我應該是跳不過去了吧 對,我跳不過去 因為推這裡的話 上面這個往下推就死了 這個推的話 也會死掉 這個推不動 那這個現在不能往那推 那個推也是會沒有辦法 欸? 所以這個 這個心碎還真的不知道怎麼拿耶 還是我們可以炸掉這個嗎 不行 好吧 那再說了 噠拿爐爐爐爐爐 噢... 哦 它會一直跟著那個牆壁走 等下是另外一面對不對,真的耶 所以他是要推的 怎麼這邊都是解謎性質的啊,好麻煩喔 啊!!! 喂! 這樣子 怎麼都50塊啊,給我一點好東西嘛 算了,雖然我剛剛才剛剛花很多錢 這邊都不能推喔,讓我出去嘛 可惡,好懶得繞一圈喔 所以他跳是沒有用 算了算了,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 不跟你玩不跟你玩 我記得他好像那個打鈴 嗨 喔,那個誰 我都忘記我們的林克被我取名叫那個誰 好啦,給你啦,給你林克的棒棒 欸,你這樣搓沒有問題嗎 喵哈無語中 然後,然後我們就把他東西搶走了 棒子變成蜂巢了 好喔,以物換物原則是不是 嗯,雖然不是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總之先收下吧 呵呵呵,好喔 這裡我記得是補血的地方嗎 對,補血的地方 欸,剛好補一下 欸,可以炸掉喔 我剛剛想說他頭裂開來了 試試看 欸,你下去了,那就算了 啊,忘記他在丟炸彈啊 唉唷 他已經飛到另外一頭去了 那我還要理他嗎 來跟爺爺打個電話 聽說在島的東南面的亞納沙漠 有一個叫做燈魚怪鑰匙的東西 我提示也開始變肉骨了 所以我們要去右下方 哇哇哇,這裡感覺很麻煩 欸嘿? 噢,噢 偷開一下 動物村 馬納沙灣 噢,這是迷宮是不是 從外面偷看一下有些什麼 登登登登登登登 欸,有一個洞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有了有了 可是感覺只是繞一圈欸 噢,噢,噢,噢 直接列列,列列列列列列對歡迎欸 啊 這裡是哪裡啊 噢 來了,鑊沙海灣 可是我們不是要去什麼沙漠嗎 應該是在最右下角的地方 不知道要拿幹嘛的碎片 貝殼啦 這是要衝鋒跳過去是不是 可是我現在命好少 三顆好像也還行啊 好,來 來 喔有欸,可以跳過去問 但是跳過去的同時要砍一下 發熱的石頭,難道 我找到 耶~~ 新的傳送石啊 欸,這裡可以跳過去欸 欸 欸,為什麼我剛剛暫停了 等一下,我先回去補個血吧 反正這裡離這裡蠻近的 我剛剛應該是被樹卡住 唉唷 喔有了 喔我就可以拿那個寶箱了 我知道了,海灘的那個寶箱 這什麼神秘的地方 什麼人都沒有 雖然這裡沒人我不是意外啦 得到秘密貝殼 收集貝殼遊戲 啊,哇哇 喔,一個 實在是一個廢墟的概念 啊,啊 好,會,我懂了 我懂了,我懂了 喔,有東西可以調查 木衣櫃的門掉下來 看已經很久沒人用了 看已經很久沒人用了 是個空屋的概念啊 然後再來是 欸其實我可以取這個以後 這個本來就可以 另外一邊也可以拿 拿到50盧幣啊 欸? 上面有一個洞穴 欸有一個樓梯欸 欸有一個樓梯欸 欸那要怎麼過去啊 他是一個完全被封死的欸 他前後都被樹給夾住了 沒有沒有沒有,我只是看一下欸 對,他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下去那裡的 好奇怪喔 對,我都忘記這個傢伙了 啊,有了 這好給我一點愛心喔 這水會不會死人啊 不會 欸,欸不行欸 那邊太深了 哇 竟然是未來之樹欸 可是我已經跳過來了 不要告訴我草叢生啊 啊好啊 草叢生其實也還是回去啦 這裡竟然是未來之樹 才能來的地方啊 怎麼害我剛跳那麼久啊 啊啊啊啊 不要再下去了 我又要再重割一次草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 欸? 喔 這路上草叢亂砍是不是 啊啊啊啊啊 這水路 看右邊那個 竟然有新之容器欸 那應該也是未來之樹要來的地方吧 喔,好像可以過喔 哇 哇,好恐怖喔 你們要幹嘛 NO 為什麼你在那麼奇怪的地方 他竟然在房子後面欸 Excuse me 你們的房子後面 突然變了一個非常 微妙的音樂 好多兔子喔 是一個兔村欸 好多兔子喔 是一個兔村欸 欸,要怎麼繞到他們後面欸 看一下,地圖 動物村 喔 好,看到了 這邊好像有路 有傳送門 哇 卡比獸欸 好酷喔 跟他講話看看 喔 喔 喔 為什麼有那個 那個女生的頭像 喔,有欸有欸 我們可以繞到後面去拿新之容器 碎片 哇塞,等一下 右邊感覺未來探索之路好麻煩喔 看到流沙 耶 拿到了新之水片 然後這個水應該是 可以踩的吧 對對對 YES 開開開 我的傳送門 哇 今天開了兩個傳送門真不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動物村是怎樣的一個村莊 可以講話嗎 還有配音欸 最近魔物變多了 去不了梅貝村 對齁,那個人叫馬鈴 這井看起來很像針子會爬出來 好驚悚喔 是一隻眼睛很大的熊 嗨 可以跟你交換嗎 不要 可惡阿 真可惜 那客是稀有珍貴的食材呢 好,來 換 我突然發現他右邊有一隻魚 得到了鳳梨 哇,這以物換戶物的那個 任務不知道多久才能換到最後 齁阿 欸 我知道喔 入口就在村子的南面 但有一隻很大的海象擋住了鹿 我看看到 那傢伙一旦睡著 就會動 也不動的 你必須要拿笛子吹 才會醒過來 對了 帶著小馬鈴過來吧 讓小馬鈴的歌聲叫醒他 原來小馬鈴是笛子阿 卡比獸之笛 他一定會嚇得跳起來的 嘿嘿嘿 欸 好喔 蛤,所以我們要帶NPC過來 可以用傳送門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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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 可是剛卻有一個A 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沒被村的祠堂 突然有一個非常跳動的人物 它底下是竹席嗎 突然發現咧 它直接把浴缸放在那 而且還有一個我不好說的水果 他是謠是不是啊 這個嘔吼好煩躁喔 煩躁 欸我記得他那個海灘的那個人 不是說他弟弟會畫圖 是不是就是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未來 又是未來之術 又要結什麼來的 喔這間房間怎麼特別大 而且他在室內種農菜物 這樣最好能行光何作用啊 哇你也太多蘿蔔了吧 蘿蔔高麗菜 還有哇上面還有小番茄 喔上面還有種那個 那個叫米老鼠的那個仙人掌 後面那個蘿蔔也太大了吧 我覺得這間房間的布置還蠻有趣的 等一下 這是床嗎 你看他那個身體的腳 那個床 像等於像是 這個洞的大小 等於像是我們 一踩下去我們整個大腿 都會到 掉到屁股那邊的感覺 他們這樣是要怎麼上去啊 那個洞太大了吧 欸這個也是多肉植物欸 兔...那個... 兔...兔的那個 兔...兔的那一個 好!那沒想到其實今天才探索一點東西 就已經時間好像差不多欸 所以今天就開了兩個傳送門 然後把一些這塊的小洞窟給探了 我記得上面當時也有一些東西 也是蠻多的欸 那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先照著那個貓頭鷹藥 我們要做的事情要去沙漠 那因為沙漠被卡比獸之海象擋住了 然後我的遙控器 還有毫無反應啦 最近遙控器 他...我最近說真的我不太知道該怎麼辦 我那個... 右邊的類比搖桿好像開始出問題了 他常常會突然搜尋不到我的... 呃...類比搖桿 然後... 反正就是如果真的出事的話 是還...可能就會變到Switch要暫時連載 那不知道 反正到時候再說 目前是還沒有問題 吧 欸對還有反應 好 他還醒著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反正我們下一集 我們就去把小馬鈴接過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沙漠村看看 那希望我的... 搖桿是安好的啦 因為畢竟也不過保護期 也超過年多了 好 那今天的遊戲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